首先来关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二十国集团 也就是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今天是峰会举行的第一天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 金砖国家在G20这个全球治理平台上发挥的作用受到各方关注 外国专家学者表示 金砖国家将在G20峰会上起到引领作用 促进全球各国协调合作互惠互利 尤其是,今年的 G20相关活动将贯穿全年 在大阪峰会前 包括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内的 四场部长级会议已举行 通过了多份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 峰会后还将由四场部长级会议计划举行 全年活动将已定于11月举行的 外长会议作为收尾